第三場球的推介, 選擇了英超賽事 水晶宮對曼聯 這場球, 大家提到 其實盤口上來說, 曼聯讓評判 還比較高水利 我個人覺得, 有些人不是十分看好 說真句, 如果你說主客和賠率 曼聯也算懶惰 如果這些賠率到馬會上 我相信主客和賠率一定是兩倍以上 可能2.0多, 2.1, 2.2 都不出奇 因為初盤來說, 看到水晶宮 也算是三倍左右 讓評判一定是水晶宮低水利 事實上, 現在看參加賠率 曼聯真的比較高水利 讓評判, 我不考慮 你說今場球的選擇, 其實也有多少 你說入球大小 甚至乎割球大小 這些我都會考慮 因為我不喜歡買這些樣球 我覺得, 你可能買上盤 分分鐘輸半格 如果和球 你買下盤, 其實也是贏半格 如果真的和 你說這場球會不會選和球呢? 我又不敢選和球 我覺得, 可能有機會 就是說 萬聯贏球都不出奇 但是來講, 似最後 這些就很難說 但是我相信 所以你說今場球要推介 我會選擇個入球大小 或者角球來玩 如果選擇入球大小和角球 我都傾向玩小的 我選擇角球大小 我相信, 會有10.5格 即是英超賽事 一向也會有10.5格 有11.5格 我會比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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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对三阶队那一队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他能够做到角球多 或者两队合在做到角球多 是什麽队伍 现在你看到 刚刚这场大胜李斯特成那一场 8比3 其实他不是做很多 不过因为他一直赢 李斯特成自然的攻势 特别多 上一场对唐家士打 7比11 唐家士打输了 他会跟他拼的 亦是做到很多角球出来 整体来说 去队伍队伍 也算是一些不是强队 你对富咸 按住来攻的 11比对1 对修咸顿来说 亦是11个角球 但是你看看他对着二次来说 其实就做了两个 对着李物浦也做了三个 很明显 你对着强队就不是得到很多角球 你对着福特 甚至乎英甲金士比 甚至乎那些比较弱的队伍 他已经做得多 对着强队伍很难 不容易 曼联又怎样呢 曼联其实也是一样的 曼联这队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他很少制造了很多角球出来 跟打法有关系 加上来说 他也不是靠哪里搵食 你看到 真正来说 曼联最近 近十次赛事 全部都是说 小猫三几个 对利物浦三个 对车路士两个 对巴黎三个 对富咸 都只有四个 对利斯特城 还只有两个 整体来说 你看到就不多 对着搬离那场 为什么这么多呢 两度都落后 最后都追到和球出来 这场就叫唯一 不用输球 保住不败的联赛 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场球 看回双兵名单 其实都有几多下 尤其是 拉斯福特可能都不能出 再加上 左右边锋 都有这些 受伤 双兵 存在 所以我觉得这场球 其实 预期 我觉得曼联真的有压力 的赔率 才可以开到让评判 比较高税力 攻势 也未必说 可以这么凌厉 水晶公当然 刚才说了 他对着强队 未必会发挥到 这么大的优势 我相信这场球 可能都会比较交着 变成了 就算你入半场勢 半场和 甚至乎入球勢 角球勢 我觉得都是属于考虑之列 所以这场球 我会推荐一个 10.5中位数的角球勢 给大家参考 希望 如果有职场 就更加可以 看着来玩 我觉得 变化上 如果不是太大 应该角球 不应该太多出现 所以这场球 都是推荐10.5中位 角球勢